嗨,我今天想跟你分享怎么做个人的CRM 我在司总会里面看到有超过两三个人问这样同样的问题 所以我打算趁这个毕业季当大家把一个人生里程碑告一段落之后 通常会想要看看有没有什么人是需要catch up的或者是告知的 所以我想说这是一个很timely的事件 碍于隐私的关系,我不会让你们看我的真实的CRM 所以我现在创建一个给你们看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就是它是一个notion table 然后这是notion table里面的field 好,那我就以我的partner chris为例 通常我就是在写CRM的时候 都是either是跟别人meeting完在整理meeting notes的时候 或是下一次要见到他们 我觉得好像要去整理一下就是上次讲过什么东西我才会去看 平常我没有固定整理它 因为就是一个just in time的思维 就是我没有用到的话我基本上就不会做 好,这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所以我等一下会跟你说怎么样可以有效率的定期去maintain notion的这个emoji我通常会放一个这个人给我的印象 像Chris 他会给我什么印象呢?我想想看哦,看一看 他可能会给我一个,哦,我知道了 他可能会给我一个这种小鸡刚孵化的感觉的印象 因为他总是有很多对未来的憧憬 然后我觉得就是属于那种新生儿这种的感觉 或者是baby的感觉 好,那relation 我跟他很熟嘛,所以我就会说就是一个personal 然后你可以看到share updates就是,它是我一个hack 就是有些是我要follow up 或者是我们就是说好,要就是更新近况的 我就会说share updates 这样子我就会直接被我的那个table sort到最上面去 Personal associate就是我工作上的同事 mentor,其实不只包含那种定义上的mentor 有些是我觉得他们虽然不是我的mentor 但其实给我的启发就是就像mentor 然后我也会把他们留在mentor Personal就是我的好朋友 这种我很少把朋友放在里面 所以我personal通常都是那种 本来从同事变成好朋友 或者是不知道为什么把他们就是可能需要写进去 顺便整理进去 然后aspirational是一些我现在还不直接认识 通常可能是我朋友的朋友 或者是第二,second to third degree的人 是一些未来我可能工作上会遇到的一些的人 然后或者是未来可能什么机会可能会遇到 因为我经常就是会碰到,哇,他不就是我的偶像吗? 怎么就出现在我眼前了? 所以我通常会放在一旁边,如果看到的话 就就是可以manifest一下 然后title,christian是senior staff engineering,senior staff software engineer 跟techlead manager techlead manager 然后他的email,爱与隐私 我现在不写给大家看 他的公司就是google嘛 我为什么把title跟company分开呢? 因为这样子我要做notion的sort的时候 比较方便,比较好sort 有些人可能会把他写在一起 都可以,看你有没有这个sorting的需要 然后我这边last contact 我就是用notion自己生成的时间 这样这个时间不一定是我们遇到的时间 而是我整理的时间 所以有时候可能我明明是三年前遇到了 然后三天前来整理,他就没办法就是显示 可是通常我要真的要找什么时候见面呢? 我去email里找或哪里找都有 所以我不会想要把所有东西都放进来 然后这个home就是 美国人嘛 就是大家都来自各种地方 所以我都会记住 特别记住一下他们的home是哪里 像christ的话他就是china 然后content我都会写一些very first impression 就是一件就是我马上要记载的事 通常假如是有notes的话 我可能就会直接把那一整页的notes page拖进来 我就不需要做这个content 所以像christ我可能就说 ok他想要 他想要录 record这个doit 我就把它写在这边 然后connection通常都是我们的mutual contact 所以在这种情况好像是我的 就是第一个老板小易 小易 他hire我当他的entern 我才可以就是有机会在那个暑假遇到christ 所以他就算是我们的mutual connection 然后这个related to project 他就是之前给你们看过的para 通常我在做project都会遇到新的人 对吧 所以我都会把 就是这个其实不是在这边更新的 而是在para那边更新 我就会在那边添加新的人 然后新的人被添加之后就会出现在这边 就假设chris跟我有合作一个做人生经历这个project 那他就会出现在那个人生经历的crm这边 是我的就是好伙伴 然后frequency呢通常就是多长 像他可能就是啊 我没有那种daily的 不过他自处于monthly 如果我们没有住在一起了 选距离的时候我们就是每个月间一次man差不多嘛 所以frequency就是有些从每一个月或者是定期要去touch base 然后通常touch base完我就会转回acquaintance 就是那个是一个比较流动性的 然后acquaintance就是知道可是不会 就是mail是基本上不会联络 然后这个栏位amazing subscription就是我经常有很多很棒的inspiration的channel 那他们很多都是有人推荐啊或者是有人自己创的 所以我都会在这边写 记录一下到底是谁 然后这边你有看到我做过一个template叫meeting 我基本上就是很简单的bullet point 写下这个人给我的impression是什么 这个其实不只是记录这个人而是test 就想要透过这个方式来自己train我的impression 因为通常我发现看人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 所以我通常都会把我自己对这个人的第一印象写下来 然后呢过了一阵子之后第二次见面第三次见面再来回顾自己看的怎么样 那content呢就是我们聊天具体的内容 所以有时候假如我们meeting很多次 我可能就会写日期加什么的 那像chris我们就是每天都讲话 然后都在我的top of mind 所以不用写下来 好那这边就是我的crm 那我可以给你看一下就是像para master list那边会长怎样 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嘛 那像project 然后people就是 哦这个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crm的connection Ashley是我很好的朋友 我们一起上那两课 所以像我可能就是也可以加chris chris流 对 然后呢他就会出现在chris那边就有一个新的project 然后像Ashley这边我也可以加一下他说OK他给我的印象有点像 嗯哼有点像小草吧 对啊他说很好朋友 嗯对这边frequency 他也是就是很high频率的monthly这样子 对所以这边就是一个例子 我怎么把我所有的database给串联在一起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就是越knowledge嘛 就是越有这种互相的交交往 或者是互相的切磋使用频率 所以reservice你才会真的 在他们那边take out a lot of value 好 希望今天这个对你有用 然后你想要 呃那个template的话 你可以 你可以在底下email跟我说 因为我还不确定 就是有点难把它直接拆出来给你复制 所以你假如想要的话 我可以再另外弄一个给你 好今天就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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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